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针破工作又将如何展开 静静收看本期平安365 雨夜断魂 2014年11月23日晚上20点15分许 贵州省镇安县207省到普平镇路段 以无名男子倒在血泊中一动不动不知生死 贵州省镇安县交警大队的民警赶到现场时 发现这个人面朝地趴在地上 流了很多血 于是立刻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当时是晚上20点左右 又下着雨 这个满脸是血倒在路边的人是谁 他是怎么死的 围观的人都在猜测 是车祸还是谋杀 事发现场位于贵州省镇安县土平镇 是贵州省207省到的一条南北通道 向南通往尊义市 向北40多公里是镇安县城 当天晚上正下着雨 路上行人很少 办案民警没有找到目击证人 也没有联系上打电话报警的人 我们也知道这块地方也没有监控设施 那么对我们破案的也是比较困难 难度相当大 既无监控设施又找不到目击者 那么死者身上的伤痕 以及事发现场遗留的痕迹物证 就成了破案的关键所在 身体的右侧 然后头部的伤势严重 那从他身上的受伤的情况来看 多数都是那种撞击上 那么我们就判断了 应该是一个交通事故的造势逃逸 根据死者的伤势 民警确认这是一期交通事故 死者是被车撞死的 那么他为什么在这里被撞 这究竟是意外还是预谋作案 民警一边继续勘察现场 寻找破案线索 一边进行调查 确认死者的身份 终于有人认出了死者 据围观的人说 这名死者是土平镇人 名叫徐伟 在当地一所中学镇教 离婚一年多了 父母已经离世 一个人独自生活 也没有儿女 就住在附近几十米的地方 在了解情况时 民警得知 徐伟最近前后交了两个女朋友 似乎跟其中的一个有些矛盾 难道是遭人报复吗 围观的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就在这个时候 看验民警在离世这十米左右的地方 发现了一部手机 当时手机是散落的 当时我们把电子弄上去开机 我觉得是没开得起 手机已经严重破损 无法使用 那么这部手机究竟是徐伟的 还是犯罪嫌疑人 不小心遗留下来的呢 一位办案民警将手机卡 放在了自己的手机里 通过电话本确认了 损毁手机是徐伟本人的 并打通了徐伟哥哥的电话 得知徐伟死亡 他的哥嫂都无法面对这个现实 据徐伟的哥哥和嫂子说 出事前不久 徐伟还打来电话 说他正在从正安县城回来的路上 很快就到家了 似乎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他们 他们等了半天 却等来了噩耗 那么在回家的路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 导致徐伟死在离家几十米的地方呢 面对徐伟的死因 大家纷纷猜测 是不是他得罪了什么人 遭人报复才失衡路边 而徐伟的哥嫂却说 徐伟一向性格温和 不可能跟人结怨 即使离婚 他也是净身处妇 财产都留给了前妻 雨夜无端扫命 家人痛苦难当 那么这究竟是情杀 仇杀 还是意外死亡 请继续收看皮栏365 雨夜断魂 根据私质的伤势民警判断 他是被高速行驶的车辆撞击而死的 但是案发现场并没有车辆停留 那么肇事车辆是从哪个方向逃离的 在撞击虚伪后 是否还有什么痕迹物证没被发现呢 通过了现场勘扎 在道路的积水里面 发现了三片车体的碎片 那么通过这三片碎片 来查找是否是肇事车辆的线索 这三个车体碎片 给苦于找不到破案线索的民警 带来了一丝希望 霸案民警对这三块碎片 进行了仔细的观察 他们发现 其中的一个碎片非常独特 现场发现的这块碎片 是一个整体玻璃的碎片 一个颜色是蓝色的 镇安县事故中队的民警 根据碎片推断出 造势的应该是一辆蓝色越野车 而其中一块碎片 应该是造势车辆 大灯喷水水的盖子 同时 办案民警根据受害人 在地上的移动痕迹 对造势车辆行进的方向 做出了判断 我们通过这个人体在地上的 这个移动痕迹 应该判断是一辆 游蓝往北行驶的车辆 导致的这样一个叫做事故 当晚21点左右 办案民警锁定了 造势车辆的车型 颜色损毁的部位 以及造势车辆的逃逸方向 并且将这些信息 传递到了各个排查点 同时还在207省道 离信城不远的 河西镇大坎村路段 加大了警力部署 拦截从土坪镇方向 驶来的可疑车辆 距离事发一小时30分左右 大坎村路段的民警 发现了一辆蓝色斯巴鲁越野车 十分可疑 因为车的前挡风玻璃破碎 于是民警就将这辆车拦了下来 经询问 确认该车驾驶员姓陈 目前还没有考取驾驶执照 属于无证驾车 当民警询问陈某 前挡风玻璃为何破损时 陈某说 刚才撞上了一块石头 车被撞坏了 那我说你这轿车事故 能不能带我们去看一下 他说可以 但在车上我就注意观察他 他其实并没有看这个道路 一直就是埋着头 然后眼睛闭着 不知道他想什么 然后我一直提醒他 你注意看一下 找了20分钟 依然没有找到撞石头的地点 而陈某异常的行为举止 却引起了办案民警的警觉 于是立即将此情况 向大队指挥中心做了汇报 随后他们接到指令 重新勘查可疑车辆 办案民警不仅发现 该车大灯喷水水的盖子掉了 还在破碎的前挡风玻璃下方 发现了毛发 那么我们就将这辆车辆 作为一个重点嫌疑车辆 那么带回了我们的大队 进行重点的排查 锁定了嫌疑肇事车辆 控制了嫌疑肇事者 各路办案民警 立即返回阵安县交警大队 将嫌疑车辆 与现场遗留的碎片 进行技术比对 结果发现 这些碎片 与嫌疑车辆损毁的状况 完全闷合 于是民警确定 撞死许伟的车 就是陈某所开的 这辆蓝色越野车 然而审讯时 陈某却失口否认 自己撞了人 还对土平镇路段的 行车情况闪烁其词 似乎是柳暗花明 结果却遇到阻碍 这里面难道是另有隐情 许伟究竟是怎么死的 请继续收看 平安365 雨夜断魂 对他全天的行动轨迹 都说得很清楚 唯独就是在 事发路段这一段路 基本上就是 一句带过 不交代这一段 具体情况 于是办案民警 将陈某所开车辆 和案发现场 遗留碎片的 比对结果 拿给陈某看 同时还将死者 被撞后的现场照片 摆在了陈某面前 最终 陈某的心理防线崩溃了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他承认自己撞了人 那么陈某为什么会无证驾驶 并在肇事后逃逸呢 嫌疑人陈某 22岁 初中毕业 是贵州省正安县瑞西镇人 前不久 陈某的父母贷款十万元 计划给正在考驾照的陈某 买一辆车 让他做生意使用 据陈某交代 当天 他跟表哥到遵义室送货 然后去二手车市场看了看 经不住车行老板的极力推荐 陈某就买下了这辆车 然后把钱付完之后 我说我没有驾驶证 现在一般都 他说现在一般都没事 他说你慢点就好 虽然陈某正在考驾驶执照 但还并未通过考核 由于买车心切 他还是怀着侥幸心理 决定自己驾车回家 就我们两个人 两个车只有我也开了 那我没办法吗 那我就一个人开 明知是违法驾驶 为了避开交通民警的检查 陈某选择晚上开车 据陈某说 当他从尊义室开车 行至土平镇时 天已经完全黑了 又下着雨 他在超车时 似乎撞上了什么东西 我就超车 就从大火车旁边开过去 开过去之后 突然就听到旁边 我那个车旁边有响声 然后我就 我就把车停下来 我就看一下 然后没看到什么东西 陈某的表哥开车 跟着他的后面 事发时 他也发现了异常状况 然后就看到有那个东西 从他车上来飞过来 就是他应该是他的 那个反光镜团人生 据陈某的表哥说 发生异常后 陈某继续下车向前行驶 他以为陈某超车时 碰掉了反光镜 于是超车拦住了表弟 停车后 陈某告诉表哥 自己撞人了 在表哥的提议下 他乘坐表哥的车 返回出事地点 当陈某得知 被撞的人已经死亡 看到事发现场 已经被交警防护起来 追着表哥就想离开 我就当时就很害怕 我就问我 我就反正就是 就是很害怕 有很多人在那里 我又怕被打 虽然表哥一再劝他去自首 但是陈某既无法律常识 又惧怕承担后果 最终选择了逃避 当陈某到达 207省到大坎村路段 交警设置的拦截点附近时 被民警逮了个正着 那么陈某究竟是如何撞上徐伟的呢 事发当天 这个路段只有一侧有人行道 恰巧当天 人行道上正在施工 陈某在超车后 灾祸就发生了 据民警说 由于陈某驾驶技术不娴熟 超车后 猛地撞上了反向行走的行人徐伟 由于力道太猛 徐伟被弹起来后 面部撞到了右前挡风玻璃上 又被弹了出去 陈某缺乏安全意识 无照违法驾车 并在肇事后逃逸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的相关规定 对事故负全责 陈某心存侥幸迹 以法驾车又心怀侥幸逃离事故现场 正是这种侥幸心理导致陈某一错再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 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陈某三年有期徒刑 因交通事故人身损害 赔偿受害人44万元 陈某的行为也给他父母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就在出事前 陈某的父母为了给他买车 去信用社贷款的时候 由于常年劳作 手指上的指纹都消失了 按不了手印 陈某的母亲在家务农 父亲在外打工 一个86岁的奶奶 和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妹妹 全靠父母辛苦挣来的微薄收入来供养 而他扶行后 十万元的贷款 44万元的赔偿费用 加起来五十多万元的债务 都落到在外打工的父亲身上 我以凭我我自身的这种能力 赔偿这个钱 那我真的是就没得办法的 我后悔我自己的所作所为 别被害人 给自己家庭带了很大的伤害 我对这次行为感到非常的扩齿 沉默的懊悔 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 由于他的过失 致使受害人徐伟 永远倒在V加几十米的地方 作为一名尽职尽责的体育老师 徐伟的离去 让他的同事深感痛惜 非常兴兴业业业的 也很专业的一位哈老师 那么他走了之后 我们觉得非常惋惜 他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一个人 徐伟突然离世 给他的亲人带来无限的哀伤 而徐伟的二嫂 谴责肇事者的话语 更加令人深思 类似这样的交通肇事逃逸案 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 肇事者逃逸后 很多受害人因此错失了 抢救和治疗的最佳时机 导致死亡 发生意外交通事故 如果肇事司机能够正确面对 就有机会减轻伤害 在这些事故当中 这一个驾车人是无证驾驶 如果说他在首发意识上得到增强 就不会驾驶这辆车辆 发生事故后 我们作为驾车人 应当做到的事 及时停车 抢救伤者 保护现场 及时报警 2015年1月11日版 江苏省南京市 以契培城突发大火 南京市消防支队接到报警后 迅速赶到现场 由于起火点是一间位于众多店铺中间的门面房 且火势较大 随时可能危及周边的商户 消防队员立即使用水枪压制火势 经过三个小时的紧张扑救 起火区域附近的明火被彻底扑灭 据了解 大火是由于电气短路导致的 在此 平安365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平时应注意用电安全 定期对家中电器设备进行检查 并及时对老化的电器进行更换 以免此类事故再次发生